為什麼焦慮這麼強勁,令我們這麼辛苦,這麼無奈? 因為面對疫症的時候,我們覺得很多事情都擔憂 通常擔憂的是一些未發生的事情 最慘的是將來往往都會想到負面的事情 甚至將事情災難化到不得了,令自己很辛苦 有時焦慮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孤獨,一個人面對 覺得很迷惘,萬無目的都不知怎樣的生活 一戰期間幾時緣,甚至覺得每天都是這樣的生活 覺得開始屈活了 正正因為這樣的狀況,我們有什麼對應的方法去處理焦慮? 第一,你這個人經常擔心將來回來當下 有時發覺自己的思緒是很負面的 覺得很無奈、很無助的,提升自己的操控感 剛才那些太空人給我們的建議就是 生活當中提升自己的sense of control 第三,就是孤獨感 當你覺得經常都很孤獨,怎樣提升自己的social connectedness 聯繫感 覺得很萬無目的的生活很迷惘,提升自己的使命感 一個sense of purpose 第五,就是在家裡很屈滿,可以培養自己的self nourishment 一些滋養自己的新生命活動 你記住,今天一天的時間,教你的方法來自這五個step N, C, C, P, S N,就是now,活在當下 C,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操控感 第二,C,就是connectedness,聯繫感 P,就是purpose,使命感 最後,S,就是self nourishment,自我的滋養 這五樣東西都可以幫助學生,包括大人自己,如何處理焦慮 有,有 bit 你 感谢观看